嗨 今天要進行的是久違的旅遊書系列 那這一次選的地區呢 是號稱天龍國中的天龍國 天母 天母呢是士林區中的一個區域 那它裡面有八個里 其實一直對天母這個地區蠻好奇的 所以我也想透過以前的旅遊書來看一下 天母從以前到現在 是不是也有一些變化呢 那今天參考的旅遊書 除了這一本二十三年前出的大台北 都會區旅遊導覽手冊之外呢 再用另外一本 赤喝玩樂在台北大宇出版的 這一本呢是二十九年前出版的 民國八十一年 來一起玩天母吧 GO 我們先來看這本書是怎麼介紹天母的呢 它說走在天母地區 天母西北東路餐廳眾多 中西式餐飲貨東南亞料理店林立 並贏得美食聯合國的雅稱 而天母市路及中山北路區段 轉一帶有偏又實惠的地餐服飾及成衣 許多青少年我往到這兒來逛街 買漂亮又便宜的成衣 而中成路上除了大約大老一帶的熱鬧商圈 還有許多鹿汁香啤酒屋 夏天迎著涼風杯慶新涼的啤酒 真是人生一大樂事 看完這個介紹好像天母地區 從以前就是一個蠻 呃時尚的地方嗎 我今天想先去看的第一個點是 白士達 那書上形容呢 白士達市地營中心 一改一般人租借錄影帶 LD店面刻板印象 LD是什麼 雷射影碟 Laser disc 縮寫LD 尺寸和黑膠唱片差不多大 應該很多人也跟我一樣 不知道LD是什麼吧 然後以整節明亮 井然有序的空間規劃 建立請影音視聽的新形象 以前小時候都要去租錄影帶 或者是VCD DVD 都會去這些影音出租店出租 但現在呢 這些影音出租店是越來越少 因為大家都是以 雲端的串流平台為主 大家都在家裡連上網就可以看正版影音了 白士達早在2010年就宣布破產 白士達台灣是中興保全總代理 在2013年改為樂道家 然後在2017年就結束了所有指引門市 來看看天母這間白士達會變成什麼吧 原本在這個轉角的白士達 已經變成老行家和補習班了 全球現在只剩下最後一間白士達 在美國俄勒岡州 而他曾經和Airbnb 攜手打造成90年代復古電影套房 只要花費租借一部電影的3.99美元 加一分錢 就能以4美元的價格住一碗 然後在裡面享受復古電影看到寶 那下一個我想去 沙克斯襪類專門店 書上對他的描述是 色彩繽紛種類多樣造型可愛的襪子 總是吸引小女生的目光 沙克斯小小可愛的外觀 頗有日系風格 內部成列各種進口名牌襪子 近來沙克斯可以呼吸得到日本味 您的襪子缺了嗎 快來瞧一瞧吧 呼吸得到日本味 很久沒去日本了 我們去沙克斯襪類專門店裡面 呼吸一下日本味吧 GO 我現在在天母東西路的交界處 那這間沙克斯襪類專門店 現在天母西路的十八之四號 這裡來到了十號 十八號 應該在這一側 十二號 我看到招牌了 沙克斯 看到招牌了耶 這樣應該是還在吧 迫不及待想要進去逛一下了 這裡 沙克斯 他現在跟書上的這個招牌 幾乎一模一樣耶 竟然二十幾年來都沒有什麼改變 好 我要進去買東西 西日本味 這邊一進來就是 襪子區 然後他也有服飾 這邊是手帕嗎 好多 很可愛耶 這些很多很可愛的手帕 還有愛迪達的雨傘 其實蠻多服飾 襪子種類也超級多 這邊有比較可愛的卡通樣式的襪子 帽子 他的襪子種類真的很多很多耶 不愧是沙克斯 看起來主要都是以服飾和襪子為主 看一下沙克斯的官網 since1983 38年了 還有持續在辦一些活動 也有進新品 在通話和天母有直營門市外 也有經營電商 耶 這間店竟然還存在 我在這裡買了一雙 Mate in Japan的短板襪子 耶 不用去日本就可以買得到 我剛剛跟店員有小聊了一下 他說他是在這裡長大的 他說這條路呢 從二十幾年前到現在店家 確實是不多 這一間是少數還僅存的店家 太好了 就被我找到了 那下一個地方呢 我們來去 Mr.Friendly Daily Store 他說一望只在百貨公司設櫃 由日本引進台灣的Mr.Friendly 終於在天母成立了正式的專賣店 其實對Mr.Friendly這個品牌呢 是有點印象 以前在逛街的時候應該都看過幾次 這個小人 那蠻好奇這個專門店還會不會在呢 這邊來到了天母西路五項了 那一號在哪裡呢 幾號 這裡就是一號 天母西路五項一號 所以他變成了曼督法廊了嗎 很可惜耶 因為這間店除了賣文具用品生活雜貨以外啊 他還有由日本獨家引進Mr.Friendly造型的各式精緻甜點 無怪乎許時 無怪乎許時毛 新潮的新星人類 許時毛 如此鍾愛而留戀忘返了 可惜了原本對他的這些 日本獨家引進的造型甜點很有興趣的 好吧 那我們繼續前往下一個點 搜尋到Yahoo奇摩知識家上面 二十幾年前有人在問Mr.Friendly專賣店 當時有人回覆了天母店 但是在十幾年前 有另一個人說已經關門了 那現在Mr.Friendly在日本還有專門店 有賣書上說的人心燒 我們看看店面的樣貌 旁邊還有賣品牌的文具雜貨 位置在戴觀山附近 未來可以去日本的時候 也許可以去光顧一下 那這間吃不到甜點沒有關係 下一個要去的地方 我也是很期待 它叫做廣田羊果子 它是一座複合式咖啡蛋糕坊 且價格不貴 滷肉蛋糕50元 熱咖啡120元 因此常吸引許多逛街族 進來品嘗咖啡香 一邊吃著甜而不膩的精緻蛋糕 下午時光就在如此悠閒的氣氛下 輕鬆度過 那種感覺真是棒透了 好我們現在前往天母東路的廣田羊果子 天母東路一走過來就找到了 這間廣田羊果子 非常的顯眼 它的外觀其實改變蠻多的喔 之前是比較亮的藍色 現在是有點綠藍色搭配黃色的招牌 廣田羊果子 YA 我要進去了 店內其實已經有很多人在用餐了 看一下它的Menu 輕食類 特餐類 除了甜點咖啡以外啊 它其實還有非常多種類的餐點 可以點 看起來都是蠻日式的餐點 動物 烏龍麵 蕎麥麵 也有拉麵 季節限定 和風涼麵 附飲料 Caxate 這個書上有推薦的 甜點類型 飲料 有咖啡和茶點 冰沙等等 種類都蠻多的耶 然後也有冰品 我想點個Caxate 這是書上推薦的滷肉蛋糕 這是我點的套餐Set 冰咖啡Ole加滷肉蛋糕 這樣子價格是170元 其實跟20幾年前沒有調整太多耶 非常的綿密 有淡淡的蜂蜜香 然後也不會太甜 吃完 現在是週日的下午時段 這間店大概有二三十個座位 那大概八成都做了人 這間店的生意算是蠻好的 然後我點的這個套餐也很不錯 蛋糕和咖啡都有一定的水準 吃完呢 很開心這一間店還存在 今天吃了蛋糕的Set 不知道有機會呢 再來是這裡的 丼飯拉麵那一些套餐 不知道如何呢 或是觀眾朋友來過這裡的話 也可以跟我分享這裡的鹹食 吃起來是如何的呢 那下一間店呢 我想要換這一本 吃喝完了在台北的店 我想去大可汗 那是蒙古料理 位於天母西路的105號 新豐水果店不在新豐香 在天母 我來到了天母西路的105號 現在是沙諾歐法西餐 大可汗已經不存在了 那現在這一間沙諾的歐法西餐 對嗎 對歐法西餐一樣是異國料理的店家 大可汗是蒙古烤肉的店 那無論公司家庭聚餐或是創意聚會 均可讓你享受到現場烤肉的趣味 及專業服務 十幾年前有人在問天母的大可汗 他很懷念很想在吃 但是十幾年前的回答就說已經關很久了 可惜 那下一個點呢 我還是要去這間吃喝完了在台北的店 是西餐廳叫做香香 他說經營了10多年的香香西餐廳 風味菜色裝紅獨居一格 香濃起司蛋糕入口即化的鮮奶油藍莓派 純美式口味 再配杯咖啡香醇無比 墨西哥菜窯中Taco和安吉拉卷 一定要品嘗 他在中山北路六段705號 這一個點會是我今天去的最後一個地方 我們來去今天的最後一個點香香 來到了中山北路六段 現在來找705號 719號 705號應該就快到了 709號 香香西餐 有耶香香西餐耶 營業時間寫7點半到24點 不過現在看起來是沒有開耶 大門伸鎖 看一下 喔 是不是已經沒營業了 上面貼信義房屋出租 看來我剛剛是白高興的一場 來香香西餐廳的粉絲專業 他們2017年才搬離書上的地點 換到了天母的德行東路上 而搬到新的地點後 在去年2020年發文說結束營業 消息出來後也有新聞報導 原來已經經營了41年 應該是很多天母人的獨特回憶吧 好那今天天母的旅遊差不多就到這邊啦 呃今天總共去了兩本書的六個點 還存在的點有兩個 薩克斯 賣襪子的店 還有 廣田洋果子 那很可惜其他的店家現在都已經不存在了 那如果大家對於我今天去的地方有想要補充的 都可以在留言告訴我 今天這一集天龍國中的天龍國之旅 就到這裡結束啦 掰掰 掰掰